明珍探血热第四题第三个宝藏 现在为大家公布最终的结果 首先将为大家公布每一条初始道具对应的推理线 首先公布手机的推理线 拨打手机通话记录中的电话号码 会听到一段声音 喂 王大爷啊 我现在正要从店里出去填小广告呢 有什么事回头再说啊 其中提到了贴小广告的事情 且背景音中有吹风机的声音 找到了 根据这些线索 找到理发店的小广告 扫描上面的二维码 可以得到一段特殊的文录 摩斯密码 真是摩斯密码吗 手机上还有一个手机壳 这不是不是 那个手机 那个证据手机 证据手机 那个手机 那个证据手机 证据手机 这是一个黑 也是个黑色的手机壳 是了 黑色的 让我拿一下 就拿 就拿 是这个 听这个声音就知道找到东西了 我们为什么不把手机搁拆一下 哇 这也没看出来啊 我把那个对上去 要把这个撕下来 撕下来 怼上去 然后硬出来的那个 贴上去 反过来呢 转过来 转过来 翻面 翻面是能动它吗 哦 应该是和这个 横着看是一下 应该是 你把它这样子 这是白的 最白的 最白的 啊 啊 0600 2030 0630 2000 是什么 是什么 0600 时间 6点 8点半 6点半 8点 6点 8点半 28点半 6点到38点 6点到8点半 嗯 6点半到8点 6点到8点半 6点到8点半 天啊 我们都要是有一个人知道这个答案吗 现在已经 多难说 可以看出来 大家都没有 太能演了你们 没错 将手机壳里印有黑色格子的透明卡片 与这段纹路重合后 可以得到06002030 和06302000两组数字